但是微博就在后面伺机而动 再往前走 再往前走 最终收下了对方过后 也是被北京微博的像素 拿下北部的胜利 是的 那最终的决赛圈 梅花庄是给到了正南部的圈边 而派大星现在在西北部的圈边 蓝圈马上就要来到他的身上 野猫跟明明两个人 不断地往前去追赶着对方 虽然没有太多的操作空间 但是对方给了你一打一的机会 一般一在蓝圈之外 派大星辗转腾挪 放到了野猫 还有机会补掉这个人头吗 最终这场比赛是由北京微博拿下胜利 这场比赛 现在微博根本也是期待着 RSG北侧闪电格子在和大拳 以及Remember换枪的过程当中 能够形成一个互有祭导 是的 那这样的话 微博根本就可以向北部发展 他们现在也把自己的重要注意力 放到北侧这边 SUK大盘机放到一个 但是对方手的更快 大拳的雷放到了格子 这就是微博最想看到的局面 两边互倒 微博根本应该要决定自己的一个压力施展方向了 大拳 外星科技名不虚传 补掉了一人 那这样的话 RSG三人变成 微博直接偷家 直扎合将的脸上 合将势单力孤 估计是很难打过这一波了 直接一个跳枪出来 微博根本将RSG的家给偷了 那有声力量这里RSG只剩下一人 闪电 闪电一般的扎进了飞行号接触区的里边 自己是一个高手机的状态 估计也是插尺难逃 不会最后连第二名都没有拿到吧 大拳在北侧 大拳在北侧 他有一个高血量 大拳这里很主动 他就是要拿一个第二 就是要打掉RSG 但是再具没报 闪电还有操作空间 大拳已经不管背身了 四个微博gaming的人拿起望远镜 来看这波巅峰角逐 回头望远镜掉了三天 哇 这一波RSG的天湖大局 随着微博gaming这一波零性运营 完全破灭掉了 拿这把爆炸裂弓是望战星探 因为一切来的太快了 不只是听派 连我们台下的观众 以及台上的解说 都没有能够看清 这一波微博线 是究竟怎样完成这波操作的 就连续接了好几波团 主动打了好几波架 都没有掉人 是的 而且昨天在队伍整体状态上来讲 湘形队比微博线是稍弱的那一个 但今天 微博线宣布伊林老祖重新回归 等一下 刚说完就掉了一个 而且目前蓝圈已经刷新了 位置非常不好 没有关系 你的嘴正常发挥 等一下又不好了 你的嘴超常发挥 那这里 SUK发现了 山上的ACT 并没有选择 继续地往前推进扩大战果 而是在原地助手 期待着ACT 去帮助自己 再去削弱一下 4M的实力 这里如果4M没有载具的话 应该这一局就到这了 就拿起了熟悉的爆炸力功 大家可以学一下 他并没有选择蓄力 而是不断地选择这种点射 那么剑射出去 将会是一个抛物线的存在 前方全是烟雾弹 这就是爆炸力功 使用的最好条件 他可能不能直接 炸到小12 但是这样的 再来一种就倒了 射量削减 小12是扛不住的 好在ACT那边 也向着微博gaming 进行了一些些许的压制 小12能够在烟雾当中 顺去自己的身形 继续向山坡顶进 但这个位置 再往上走的话 微博就能全部看完 小12顶到山坡之后 有没有机会打ACT 身后的枪线来自于导师 这波4M在 酷酷独奶的加持之下 跟我没有太大关系 这个位置确实没有办法 确实不太好打 而且刚才那一波 又一次展现了 爆炸猎弓 在当前版本之下的 一个压制力 近点像素还在不断地出击 伊克雷放倒了夜行 往前顶队友不坦携头 进到烟里 掏出自己的爆炸猎弓 没有在这个近点 SUK还是更加相信 自己的M4 你看看 还是控好距离 这样的一个自闭烟一封 那正是爆炸猎弓 发挥的一个空间 很有可能是建设没了 确实有些可惜啊 这一波直接被补掉了 ACT加起车阵 但这个时候很遗憾 没有一把爆炸猎弓 去限制他们 看一下导师这颗雷 野猫引爆载具 击倒了潜畅 导师的雷 炸残了对方 没有远程飞雷爆炸猎弓 但是近点这个距离是 爆破手雷的一个发挥距离 那很明显这一局的 胜利的天平 已经倒下了北京微博 是的 四连前往 倒下 绝对对得起 自己的百万身价 在这里为微博 gaming 纳上了自己的投名状 是的 恭喜微博 这一局微博能够吃鸡的关键点 就是像素的那一波灵性 相比于第一场沙漠地图 给我们展现的是完全不同的感觉